大家好,今天又是數學三分鐘,今天講講2012年一條卷一的短題目 其實這條是與百分比有關的 配零的日薪,即是每日的薪金較智慧高20% 而智慧的日薪較結宜,低20% 給了智慧的日薪是480元 現在問你知不知道配零的日薪 以及問你哪個日薪,三個人哪個日薪最高呢 叫你試試解釋 這些題目一高一低,通常是陰利,陰利以為是一樣的 當然不是,為什麼呢?試試做一次給大家看 配零的日薪就是高智慧20% 所以應該將智慧的日薪乘回1加20% 智慧日薪是多少呢?就是480元 480元乘回1加20%,應該是配零的日薪 OK?但結宜的日薪我們沒有 結宜的日薪呢?就是和智慧的關係 你看到了,智慧日薪較結宜,低20% 那你就要將結宜的日薪乘1減20% 就等於智慧日薪了 結宜的日薪我們沒有的,那我們就要切去為x let去x 但是智慧那個有的,是480元而已 即是x乘1減20%就等於480元 那你就能計算到3個人的日薪了 視眼關係好像煮菜一樣 然後馬上給大家參考一下答案 就是這樣 A part就做到576,480乘1加20%就做到576 B part就是切x就是結宜的日薪 x乘1減20%就等於480 那這兩個數相乘,調它就除了 即是480除80% 80%就是0.8 480除0.8就得到600元 那你可以計算到了 G位480,配0,576 而結宜就600元 所以哪個日薪最高呢? 那你懂得答,就是結宜 那這些題是4分 OK A part就值2分 B part也是值2分 可以嗎? 那下面有個另解 我就不詳細說了 好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吧 拜拜